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先問一下江醫師 腎臟科醫師 真的常常會問病人水不水腫 或者一看 看到水腫就覺得不大妙 然後另外有一些腎臟的疾病 事實上你們從臉部的狀況 跟某一些症狀裡頭看得出來 沒錯 因為腎臟病 它有些色素會沉澱在皮膚下面 像我有一次在看門診 然後有一個出診的病人 他才35歲 他一坐下來 我就問他說 你腎臟病十幾年了 他嚇一跳說 你看過我的病例嗎 我說沒有 你出診 不過你看起來就像腎臟病十幾年了 結果這個病人 他其實二十出頭歲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蛋白尿 然後他治療過 用過肋固醇 那治療了半天就效果不好 後來他就生氣了 就不看醫生了 那他已經五年沒有測過腎功能 可是我看他那個顏色灰 有點黃 有點黑 我看了就覺得說 這個毒素一定很高 結果一抽血 你知道嗎 正常人基 BUN 釀素蛋 正常人二十以下 那個病人兩百六十 正常基酸大概1.3或1.4以下 他三十 所以我就趕快加抽個甲離子 甲離子也高起來了 我趕快把它轉到急診室去 那後來就超音波一掃 那個腎臟只剩下兩邊 只剩下八公分 那能幹嘛呢 那只能洗腎 他洗腎 洗了一年半就排到患腎 因為他三十幾歲嘛 所以他在患腎 在患腎的list上面 他的積分比較高 排名比較前面 對 所以他很快就患完腎 到現在其實也維持得很好 所以事實上有經驗的醫生 從病人臉色 你常常很容易 就可以發現這個病人 搞不好已經病很久了 其實我們講臉色臉色 臉的顏色怎麼來的你知道嗎 第一個問題是 當然你的種族會影響你的顏色 第二個事情是你本身有沒有很多 因為曬太陽引起的黑色素沉澱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你血管裡面的氧化血紅素 或者是還原血紅素 就去氧血紅素 這兩個一個是紅的一個是藍色的 所以這兩個也會影響你的膚色 最後呢 你本身如果有一些色素 譬如你吃很多木瓜等等的 也影響臉色 然後你黃膽 影響臉色 所以你可以從這樣子看 如果你看到一個臉色泛黃的人 你就要擔心他有沒有肝硬化 他膽囊是不是堵住了 他胰臟是不是把膽管鎖住了 還有他有沒有吃很多木瓜 胡蘿蔔這些東西 那皮膚患紅的人 包括更年期的熱潮紅 包括有些血壓高 整個血往上衝的人 有些血壓高臉就會紅 老是紅紅的 對 然後有些人是久遭性的皮膚炎 整個臉到處都是的 那但還有一些所謂的 癌症引起的問題 他也會這個樣子 那膚色變色變暗變黃的 第一個最出名其實就是腎上衰竭 當然有些人甲臟腺功能失調的 他有些營養很不好的 甚至有些重進入沉澱 像鐵沉澱 就可以看到一個鐵灰色 所以你看那個臉 你就知道這是不對的 這是類似哪個疾病 你就可以加速你的診斷 這種事情很容易診斷對不對 不過也看過很好笑 很難的個案 像我有一個病人 他的兒子 他在他們家在深圳開工廠 兒子就 大的兒子就帶過去 準備接班 那他大兒子有一天 這跟人家 星期六打完球 打完籃球之後 然後吃個飯之後 他就睡覺 醒過來之後 又膝關節整個腫起來 那就當地的第一人民醫院 你知道嗎 大陸的習慣 第一人民醫院 就是當地最好的醫院 因為他有第一 第二第三季這樣依序排列 那第一人民醫院去看 看完之後 他們跟他講 喔 你這個是打籃球 半月板運動吃裂傷 這要進去做一個關節性手術 所以可能要花四萬塊人民幣 左右才能治療這樣子 那後來他爸爸就打電話回臺灣 我就說 我說你既然有健保 你乾脆回來看一下好了 結果回來之後 我們就從急診室看他 結果他急診室想說 腫那麼炸 那坦白講關節性腫障 你把他抽了 即使沒有診斷的能力 你至少可以減壓嘛 對 他就比較不那麼痛 對 在現場就直接拿他 那種抽筋一抽 抽出來看白色的 全部都是尿酸的晶體 OK 所以根本從頭到尾就是一個 所謂的痛風關節炎 那原因就是因為他運動 那抽完他就不痛了嘛 抽完就很好了 當然你再打一點類固醉 又一點這個出水腺素 他就解決掉了 所以那四萬塊就 十六萬台幣 四萬塊人民幣就不用花了 而且少要一刀 對啊 你把沒事把八一百切掉怎麼辦 而且這個個案在形成這個事情 其實很簡單一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運動 關節會有一點微小的傷害 那他可能尿酸高 自己也不知道 然後運動完之後 他們成群人又聚在一起 就吃吃海鮮 然後又喝了啤酒 那這每一樣都是促進 痛風關節炎發作的機會 所以他才睡一覺起來 整個就腫起來 所以事實上很多時候 你的腫痛你要找出病因 對 他血壓跟羊過有點高 可是如果在門羊是正常的 可是他順便就提說 他說我的嘴巴老是破 你知道嗎 他眼睛是一個很特殊的紅髮 我不曉得各位你們能不能分辨出來 捷末炎他的紅髮 就是整個很紅 火紅對不對 他這不是 因為他是葡萄末炎 所以他紅從裡面上來的 所以就被那個拱末遮住 所以一部分你會覺得 那個紅的紅不是正紅 可是那個紅髮就 你一看就知道是不對的 我說糟糕了 這是一個背系致症 這是一個自體免疫疾病 然後我就問他一個比較羞恥的問題 我說你的生殖器是不是也常常有這個潰瘍 他說對三年了 反覆的好了壞 痛得要死 最後我們講皮膚 在他手上就有這個皮膚的病障 看起來像一個毛囊炎 按下去也會痛 其實他是跟這整個背系致 這個免疫疾病 是在一起的 那我們在腎臟科 當然就看到這種病人 就把他轉到風刺科去 後來果然診斷就是背系致症 最主要是他反覆發作之後 他甚至到最後會造成中樞神經病變 我們也看過人昏迷的 因此致死的都看過 所以這個病還是早一點發現 你如果從皮膚的微症兆 從這個潰瘍 從眼睛辨認出來 那你就可以避免那個很嚴重的中樞神經病發症